如梦书 远离中国之后的日子 作者 严航泰 播讲 夏秋年 绿地六狗结交心有 三教九流无奇不有 我住的那个地区靠近泰晤士河 那里原来是码头地区 过去远洋轮船运货 所以码头地区非常忙碌 可是后来码头地区就很萧条了 大片地区荒芜一人 八十年代建筑商开始在这里盖起住宅区 因为那时这里的地产很便宜 我原先住的那一片楼房是个丹麦建筑商设计建造的 所以与英国设计的房屋有所不同 没想到十年之后这里竟然变得繁华起来 房价也不断上涨 我大概是属于第一批搬到这里的居民 在这个地区竟然也有不少人家养狗 这里不但绿地很多 而且原先的船物也都变成了人工湖 所以有水 有树 环境很优雅 在绿地放狗的时候会遇到很多同样来遛狗的人 碰见几次自然就会谈起话来 如果合得来就会变成朋友了 我正因为达尔文认识了好几个趣味相投的朋友 有些甚至交往至今 这些遛狗的人各个都不相同 不同的阶级 不同的文化程度 不同的种族 通过达尔文 我对英国社会的各阶层有了更广泛的接触 一位领着一条意大利咖啡色卷毛大狗的女士叫帕特 她人很热心 爱帮忙 可是她满口粗话 我想她大概是工人阶级 后来我才知道 她丈夫是个建筑工人 专门修造屋顶 原籍是意大利人 大概是前好几倍的移民 他们儿孙满堂 生活很富裕 帕特自己还到一间酒吧去做清洁工 挣点零用钱 他们并不需要这笔钱 不过他在家闲着没事 情愿干点工作 他跟我很合的来 也很喜欢达尔文 我记得他有好几次帮我看管过达尔文 我不记得是为什么了 大概是因为我得陪我母亲去医院之类的事 他有一次还带我到很远的一个卖便宜货的超级市场 她的亲戚开车一同去 他还帮另一个遛狗的女人很大的忙 事后她告诉我一个很有趣又很令人伤心的故事 得到帕特帮助的这位女人我也认得 她的狗很小 可是特别爱自由活动 一放开就没有影子了 这位主人就坐在那里等她回来 平时她一等就是两三个小时 我常常会看到她坐在一棵树下的凳子上等她的狗 她父亲是美国人 但是住在英国 是个出版商 母亲是法国人 这位女士就是一个自由职业者 做翻译工作 她曾到当时的苏联去旅行 到过许多地方 远至西伯利亚 就在那里的一个酒馆里 遇到一个比她年轻12岁的俄国青年 她当时并没有注意那个年轻小伙子 他只是在跟别人说 他挺喜欢俄国的那种手风琴 那个俄国青年在一旁听到她的话 就不声不响 赶快去找了一个手风琴来送给她 就这么 这位所谓圣女就堕入了情网 他同这位俄国小伙子结了婚 把她带回英国 他们的住所就在我住的地方后面 不过究竟是哪一栋楼 我一直都没搞清楚 帕特告诉我说 这个俄国人很不好 他在外面有一位情妇 还同他一起到南非去玩 结果被他太太发现 他们吵架 他还动手打 而且打得很重 帕特说 他半夜里被叫醒 这位太太求救 帕特还把警察也叫来了 后来听说他们离婚了 帕特说 这位圣女竟然把这公寓给了那个俄国人 看来他还爱这个打他的俄国人呢 在我离开那个地区之前 那位女士就搬走了 我认识的几个中国人 也都是嫁娶了英国人才来到英国 其中能维持长久的我还没看到过 同英国人结婚 仍然留在中国的 倒有好几个都维持至今 没有离异 专制国家的人想往外跑 看来结婚是个超近路的办法 遛狗的人当中 我还认识了三对同性恋的朋友 我喜欢看歌剧 在遛狗的人当中 竟然碰到一位在皇家歌剧院里唱合唱的演员 他叫李 这位英国人非常漂亮 而且人也和气 他养的狗是咖啡色的 就是那种能给瞎子领路的狗 我过去也养过 不过我的那只是浅黄色的 这位李先生的同伴是个德国人 又高又大 有时他出来遛狗 有一天帕特告诉我说 他和他丈夫都被邀请去参加李的婚礼 他俩在离皇家歌剧院不远的一家餐厅举行仪式 事后帕特的丈夫对我说 热闹倒是挺热闹的 不过他总觉得有点不自然 我想这种久远的旧观念要改变是很不容易的 但在先进的国家总算开了头 另一对更有趣 劳伦斯是道地的伦敦人 他的对象则是个菲律宾小伙子 叫哈罗德 他们在一起有十多年了 可是哈罗德却不能在英国常住 因为英国的移民法很严 劳伦斯和哈罗德虽然在一起生活 但却没有法律证据 所以哈罗德的签证一到期 他就得离开英国 他们找了律师来帮他们申请 还要请各位朋友帮忙作证 甚至要到非正式的公正法庭去审理 劳伦斯也请我帮忙写一份证明 而且还请我也到法庭去当证人 他还有许多别的朋友 他们也和我一样写证明信 以及到法庭作证 我在英国虽然做过陪审员 那是公民义务 叫到你 你就得去 如果你有工作 法庭会替你请假 但是这种非正式的公正法庭 我还从来没见过 所以觉得非常好奇 我已经退休 没有要请假的问题 开庭那天 我们这些证人都很早就到场 等候开庭 开庭之后 主要由律师作证 他把我们写的证明信转交给法官 法官可以验证 而且法官还问我们这些证人所写的是否属实等等 最后法官说 他要经过考虑之后才能做出最后决定 这样 审问就此告一段落 根据律师的估计 这位法官会做出对劳伦斯他们有利的决定 过了大约一两个星期 果然结果公布 哈罗德可以继续留在英国三年 三年后还得申请 不过那就比较容易了 只是走过场而已 我们作为旁观者对这看得很清楚 哈罗德的目的就是想拿到长期居留 所以抱着劳伦斯不放 劳伦斯却是真的对他有感情 事事都听从哈罗德 哈罗德在菲律宾的家人要买汽车买房子 都要劳伦斯掏钱 哈罗德自己挣的工资却一分都不拿出来大家合用 劳伦斯给一个叙利亚的犹太亿万富翁当司机 而且还得照顾这富翁的两个小男孩 这两位少爷的父母都不管他们 劳伦斯就成了他们的好朋友 事事都离不开他 这么一来 劳伦斯就完全没有自己的时间 每天除了睡觉 其余时间都在这位亿万富翁家里 他自己有两条狗 那就只能让哈罗德来管了 第三对同性恋者是约翰和泰瑞 他俩是所谓的白领阶层 泰瑞在还没有退休之前 每天早上都要在我们那里的绿地里跑步锻炼 我在遛狗时 常常会遇到泰瑞 他看见我就会停下来和我打招呼 有时还会坐下来歇口气 跟我聊聊天 日久天长 就成了朋友 泰瑞原来是在一个区政府的图书馆里工作 我也不清楚他是负责哪一个部门 总之也是个小头头 他的伙伴约翰是教书的老师 专门教外国人学英语 他是个语言专家 会说很流利的法语和西班牙语 他是牛津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所以工作很顺利 他的弟弟和他一样也是语言工作者 是布鲁塞尔欧盟里的翻译 常常在伦敦和欧洲大陆之间跑来跑去 我同他们认识的时候 我已经退休 所以我的空闲时间比他们多 我们之间来往不多 可是两年之后 这两位也退休了 我记得泰瑞刚退休时 他的养老金没有弄好 跟我抱怨过好几次 我安慰他说 他在政府机关工作早晚会弄清楚的 如果迟几个月 到时会补给你的 后来果然他拿到了全部养老金 他还对我说 你对我们这儿的制度比我更有信心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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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